北京时间11月5日,随着大奖赛本来战南南自由滑落下帷幕,以297.12分顺利夺挂,吹响经济总决赛号角的雨声结弦,也如在前约定的那样,拿出了一个颇为诡异且惊艳的后爱点兵四周街。 阿克塞尔三周连续跳4TG3A来,成为首位尝试这一连跳的选手,雨声结弦早在9月份的加拿大秋季经典赛上,雨声结弦训练中仅有后爱点兵四周街,阿克塞尔三周连续跳的出现,当时普遍猜测这只是他训练动作稳定性和连跳难度的一种方式。 直到本次比赛前,他表示会在正式比赛中完成这一跳运后,大家猜广然大悟,原来早有准备。 之所以说,这个连跳精是害俗,是因为两跳都具有高难度,以往其他选手做的连续跳,普遍都是第一跳三周,第二跳阿克塞尔两周,使用四周街,阿克塞尔三周的方式做连续跳。 对落冰稳定性,爆发力和节奏把控要求很高,难度确立不讨好虽然这个连续跳的执行难度非常大,可我们要注意的是,花样滑冰规则中对连续跳的难度分支判定,是根据一个连续跳组合中,间接连接前后第一个跳远来进入,然后计算起80%基础,本来认定的。 比如有个选手做了勾手三周竞技阿克塞尔两周竞后外点兵三周,这时候就只计算勾手三周和阿克塞尔两周两个跳的难度,现行规则分别是5.9和3.3,相较为9.2,再计算80%,那么就是7.36分。 也就是说,预生节前这个连续跳里,后外点兵四周难度是9.5,阿克塞尔三周是8分,那么相加17.5,之后折算就是14分,即便算上后半段地处分10%加成,也只有15.4分。 而如果他做的是阿克塞尔三周接后外点兵四周的连跳,那么就不容折算,直接享受17.5分,而要是能放在节目后半段完成,10%基础分加成,那么最终会有19.25分。 我们再根据他秋季赛和芬兰杯的自由滑,完美计划难度来看,秋季赛里他跳跃安排的配置和芬兰杯大不一样,姑且算是按照最传统的跳跃安排方式。 那么在当时那种情况下,所有跳跃按计划不存周不降组,基础分是73.87,而芬兰杯的跳跃全部按计划完成,基础分则是74.53,两相比较之下, 长幅只有0.66不说,还凭空增加了不少难度,是非常坚定的吃力不讨好,可为什么与生缺却要坚持呢? 猜想,为美感为炫技,这里,就需要做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,那就是这个跳跃具备独特的美感。 而且纯粹是宣记,月夜昌磨3A接4T连跳,其实早在2017年是锦赛时,月夜昌磨就有练习,阿克塞尔,三周间,后外点平四周的视频流出,看上去已经有一定熟练度。 但最终因为第二跳可能存在成周而作罢,并没有在此后的比赛中使用。 因为不同跳跃具有不同呼吸和韵律,所以其实有些种类和周数的跳跃,做连跳连续跳时,要比其他种类和周数的更漂亮。 比如,任何一种三周跳,做成33连跳,或者322连跳比32更好看,前者需要气息的爆发与合理控制,后者则体现了连贯,而四周跳则适合做43、432和433连跳,出色的姿态和节奏控制。 让这三种周数的组合,要比42、32好看太多后者产生一种泄气感。 预生节旋首次完成4体G3A连跳,而如果将后外点平四周和阿克塞三周进行连接,鱼也昌磨的做法会有一些合成效果。 预生节旋的做法,从呼吸控制来看,则是具有一两顿挫致美,向后滑行,左脚点平,同时右脚起跳。 空中转体四周右脚落并滑出转身幻想并幻足,右脚摆动发力,左脚用刃起跳。 转体三周半右脚落并滑出,这里面四周跳起跳和落并是右脚,但阿克塞尔三周则是左脚。 这一前一后的转换,呼吸和手臂的配合,全部需要极高的技术准确度不说,两跳转体周数,第一跳落并稳定性等。 初开目标,阿克塞尔四周的预生节旋干挑战外,再不做其他人选,若预生节旋真的只是这样单纯的想法,那么只能说他已经在享受花样滑冰和挑战自我的道路上遥遥领先。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,这个颇为诡异的连续条,会成为他目标阿克塞尔四周的一个全新起点。 唐雪剑 拿尔四周的颜色,我答应应该是要做个美丽的状段。 我们也有 Pro一路的颜色... 我们可以看到,这样的颜色,会应该是吗? 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,不会太确认这两个颜色,会有用的颜色。 感谢观看